《大麻類》 海關在今年6月至7月破獲38宗涉及大麻的案件 共檢獲291公斤大麻類的毒品 較去年同期升譽一倍 市值超過4,600萬元 並拘捕了7名18至36歲的人士 劉子俊表示當中有7成熟大麻花、大麻草及大麻樹枝 其餘3成遺憾危險藥物死興大麻分的產品 市值約1,600萬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於6倍 他又表示毒販收藏大麻的方式差異可以很大 增加了搜查的難度 處理先隱藏棄味的方式 再偽裝成各種物品的走私方式 此外 毒販經常將含有大麻的貨品 偽報為 衣物 茶葉 健康產品 等較輕的用品 如目混珠 海關毒品調查科 機場調查組高級調查主任曾慶寧表示 另外有3宗案件於市內破獲 包括今年7月在上水堵破的大型大麻花儲存中心 海關檢獲159公斤大麻花 市值約3,000萬 他又提到本地近年出現了大量大麻二芬產品 今年首7個月 海關共檢取餘27,425件 懷疑陷四氫大麻分的大麻二芬產品 拘捕了12人 撐我們撐真相